美国就中国对待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方式 获预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原住民论坛的其次 中国今天怒辟美国代表做出不合理指控 美国外交官尼莫夫今天说 这个联合国论坛的任务是负责保护全世界原住民 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的方式应该作为决定论坛成员的要素 尼莫夫说 超过一百万名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及尔吉斯人和其他穆斯林 在中国新疆在教委营遭任意拘留 强迫劳动虐待和死亡 美国对此感到担忧 一名中国外交官强烈拨持美国相关职责 他说 这名美国代表对中国做出不合理的指控 诽谤中国 中国当局这趋势是一项镇压政策 以消除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文化和身份 突厥和伊斯兰世界的莫不关心 使中国越来越有信心采用新的童话政策 据报道 中国当局在河田区皮山县迫使维吾尔族女孩与汉族人结婚 并于5月5日举行集体婚礼 河田地区是维吾尔族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之一 中国官方媒体声称 集体婚礼在欢乐的气氛中举行 反映了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友谊 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仍在继续之际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支持台湾的决议 这引发了中国的反应 414位议员投了赞成票 并呼吁美国继续对台湾做出承诺 1949年 当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该国的民族主义者移居台湾 并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北京则认为台湾是一个授旗管辖的省份 在台湾叛国罪的范围已扩大到 包括与中国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的秘密合作 据台湾通讯社报道 台湾立法院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规定将中港澳等地区列入国家机密保护法 规范范围内 在台湾接受的中华民国宪法中 由于中国不被认为外国 中国大陆和特别行政区不能被视为敌国 该秀正案消除了这种不确定性 被此类诉讼铺平了道路 以色列总理文雅明尼塔尼亚胡说 我今天上午听说伊朗计划继续启核计划 我们不会让伊朗获得核武器 我们将继续打击那些将杀害我们的人 伊朗宣布其决定之后 英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俄罗斯和中国 对其作出了回应 美国则决定对伊朗实施先制裁